各位好 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天的整体走势仍然是比较反复的 早前的时间来说 恒指曾经一度低开 气候由低位持续反弹 最多时指数升了300多点 令指数一度升到接近保力价通道的顶部 不过始终来说 整个市场都未曾经出现突破 我们也看回指数近期来说 4月整体走势的波幅越来越窄 只可以看回指数投资者在现在的时间来说 部署是非常难作为中线的部署 因为始终来说市场对于外围的不明朗因素 仍然不是太过有乐观的情绪 虽然今天指数也曾经升得比较多 但是升幅来说在收市前就收缩了 最终来说 恒指只升了136点 升幅是0.47% 去到29,100点这个水平收市 非常贴近保力价通道顶部 短期预计通道顶的阻力仍然会比较大 我们暂时预计整个市场在未来4月剩下的时间 突破的通道顶的机会来说 就不是太多 不过来看最近的成交额 仍然是比较低的 例如上星期来说 1200亿的成交是有的 虽然成交多了1500亿 但是也属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但是看到资金流入港股的情况 又不是太差 例如以今日来计算 最终收市也有68亿的资金流入行指 整个资金流向仍然正面 但是成交不及整个大市来说 下半年来说 我相信仍然是看好 但只是短期来说 大家都仍然未敢太过乐观 可能也继续在4月剩下的时间 维持在保育加通道的底部和顶部之间 继续徘徊 直到通道的实际高度 收集到只有一千点 甚至最低来说可能七百多点 市场才会真正出现一些 比较明显的突破 投资者在现在的时间最重要最重要的 仍然是沉着应战